郝海东又发生,我小时候,场上未知靠脚踢出来的,不是送礼得来的02年,是国族的世界杯元年,那一年,老一代国族众将一气风发,挺进世界杯小组赛,虽然惨遭淘汰,但相比如今,那简直就是难以追赶的巅峰,郝海东,便是老一代国族中的代表人物,退役后的郝海东荣获了光荣称号《郝大炮》, 因为其敢说敢指责的为人态度,被球迷称为最直白,同时又最爱瞎扯的国族风仙王子,最近的郝海东又一次按捺不住寂寞,在媒体面前又一次拉出了意大利炮,像半瘫痪的中国足球开了火,球迷纷纷指责他扎了国足重,将无比纯洁的心,采访中的郝海东从没怕过,面对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的老问题, 郝海东很平静地指出了中国足球与其他足球最大的不同,世界足球属于教育,中国足球只是为了成绩,中国足球本就与世界足球不同,千万不要以为世界上的足球都是一样的,中国足球就是简化的中国社会, 对于足球改革,好大炮有话可说,中国足协,哪有足协,官办分离,从哪里分离的,按照道理,专业的人管理专业的事情,足球领域的所有经营管理者,都应该是相关专业的人,但问题就在于,我们的管理中心有几个专业的足球管理员,部长,副部长,他们是踢足球的吗? 所有部门,专业的人有几个,在二十年以前,我曾经在记者面前提过这些,到今天,我还是在提以前的问题,这样一件可悲之事,我们探讨有什么用,讲到现在还是应该管办分离,分了吗? 还不是白讲,没有人发声,但最终还是有人说,如果大家继续保持,中国足球怎么进步,以前的大师一声喝,就能打到一片人,可恶的仅仅是大师吗? 要知道配合大师的人更加可恶,对于他人对自己实力的质疑,郝海东用自身实力表示, 但是,十八岁那一年,我打到了假A,八场比赛五个进球,十六年国家队,冲进一次世界杯,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靠脚踢出来的,我没有求过谁,我不相信命,我打小就练自己,赢过了身边人,我才能获得场上位置。 你以为场上位置是送礼搭钱得来的吗?中国队何时能走向世界?郝海东不忍再次伤害国足,再等十五年吧,或许进世界杯那一天就会来到,在中国杯的比赛中,国足输得鼻青脸肿,只能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。 据消息,有足协成员放出国足杂牌军言论,对于此,郝海东站了出来,这怎能不算侮辱,这么些年,我们球员白体这么多年,冲进世界杯那年,国足算不算杂牌,难道成绩不好? 就算杂牌军,清迅问题很难解决,郝海东仍然关心着中国足球的清迅体系,清迅是国家足球水平的最大保障,搞清迅不能只想着在孩子们身上捞金,或许,在很多球,你看来,郝海东就是自我膨胀的过气球员,不管怎样,我们都不能否认,郝海东对中国足球的热爱,他抨击秉态中国足球,同时又维护中国足球, 他痛骂杂牌军的说法,他否认段子中对国足的侮辱,他和所有球迷一样爱之深,则知切,足球带给我了很多,是足球让我拥有了目前的一切,我有了家,我更是有了思想和能力,或许郝海东此前引起过球迷朋友们的反感,但看在他对中国足球的热爱,我们应该为其鼓掌,本文由新德文物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, 你赞同郝海东说的话吗,单选,0%赞同,说的还是有道理的,0%瞎扯,国足还能尽世界杯,0%重肯,分析有道理,预测很难说,投票 人数捐载 RIGHT? 粉丝 重肯,词 可以 优优独播 当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